利用与明光社相应的名称去表达 与管社对童运相反的意见 是不君子的行为 一方面有利用明光社的知名度 来吸引其他人注意之严 另一方面可能是想收到 令人误会明光社改变了立场的效果 方言说一百次 就会越来越多人信以为真 这是一些童运团体一直以来惯用的手法 譬如同性戀是天生的和不能改变 其实现在没有任何公认的研究和调查 能够证明同性戀是天生的 反而有不少临床的个案 指出同性戀倾向的形成 与一些后天成长的经历是有关的 虽然有些人先天的气质 有比较大的机会发展为同性性倾向 但不是必然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同性戀的倾向 是情不自禁的 不是当事人刻意的选择 而是他不能够控制自己 因此他们很容易就以为 这个就是与生俱来 至于同性戀的倾向要改变并不容易 但又不等于完全不能够改变 令人提笑皆非的就是 一些性解放团体的双重标准 在争取这个性别是可以随时按照个人的内心而改变的时候 就强调自我声称 就可以改变性别是当事人的权利 但当有些人想改变性倾向的时候 就强调改变是有害无益的 需要制止他们寻求协助这些荒谬现象 这些同运团体不断指控 有些基督教团体和诸业人士 以拗疾治疗的方法强行改变一些人的性倾向 其实相关的团体和诸业人士已经多次澄清 但这些同运团体就一直视若无睹 继续提出一些失实和片面的资料和指控 令人受到遗憾 多年来香港一些协助有性倾向困扰的人士 和他们家人的团体 都是尊重求助者的个人意愿 就不会强迫他们去改变性倾向 而当他们主动提出想改变的时候 就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关心和辅导 其实不少有性倾向困扰的求助者 他们的困扰并不是只是来自他们的性倾向 也都可能包括和家人和朋友的相处 自我形象和宗教信仰的挣扎等等 相关团体和诸业人士着重的是一个全人的关怀 而不是只是将焦点放在当事人的性倾向 这些同运团体的盲点就是 以为当事人能够召立自己的性倾向 就会一天都光亮了 而忽略了不少同性恋者的困扰并不是来自他的性倾向 甚至将他们的抑郁和负面情绪简化为 他自己或其他人就没有自立他们的性倾向才会搞成这样 而忽略了全人的关怀 根本就不能够对症下药 甚至令一些人言误了诊治和辅导 真相就是没有咬直 只有扭曲 如果大家真正尊重科学和医学的证据 根本就不应该再宣扬同性恋是天生 和不能够改变 而一个人 特别是青少年 如果有性倾向方面的困扰 不应该太快下定论他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者 应该宣扬当事人和医生或辅导员详细谈谈 了解造成他一些不安 焦虑 甚至抑郁的真正原因 以及他和他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相处是怎样呢 在学校和职场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困难的情况等等 太武断地指出或者否定一个人是同性恋者 都是不合逸的 就不要将同性恋当作政治的议题 更不要利用同性恋者当作 达至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诉求的工具 这些同性恋者或前同性恋者 出来和大家分享 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一些有类似经历的人 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 是有人明白他们的困难的 以及知道他们有什么人或机构可以帮他们的 就不要利用他们当作攻击 与自己不同意见或立场团体的工具 另一方面 在自由社会 不同立场的团体 可以各自用和平理性的方式 来表达本身的看法 但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个人和团体 就喜欢用鱼木混珠 混淆视听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有意无意地误导市民大众 例如近年有新成大众团体 故意利用和明光社在中英文 都很类似的名称 就明光社一直以来关注的同运议题 表达和本社截然不同意见 另一些不知内情的人士就觉得很困惑 明光社一直都是用讲事实 讲道理的方式 去和一些支持同运的个人和团体来沟通 这是众所周知的 利用和明光社相认的名称 去表达和本社对同运相反的意见 是不君子的行为 一方面有利用明光社的知名度 来吸引其他人注意之嫌 另一方面也可能想收到 令人误会明光社改变了立场的效果 其实如果有关机构有什么意见 但可以堂堂正正去表达 利用其他人过招 就犹如一个骗徒的行为 最后有学者在表达个人支持同运的立场 如何批评一些反对同运的团体和个人的同事 又说特区政府推荐的外国教育 只在培养中国人身份认同 基督教右派的家庭价值正可能跟所谓中华文化 尊崇家庭这类融族的说法 扣连在一起 以及跟香港同志运动周旋比拼 不单纯是逐势化基督教家庭分寸观 还有跟他紧密勾结的国家政府权力 虽然他没有指明是哪些团体 但就会令人联想到 是他在较早前在文章里批评那些 包括本社在内的几个团体 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 在当前受到撕裂的社会环境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标签效应 令一些被误导的市民 无法客观持平地了解本社 和相关团体的真正立场 这种手法并不光明磊落 本人和本社很乐意和各个支持同盟的团体 和平理性地讨论 同性恋者的不同需要和社会政策 狠请一些学者和团体 以后不要再蓄意散播不进不实 混淆似听如目混珠的信息 如果不认同本社一些立场和意见 请具体地说明相关事实 不要将很多不同团体的立场 和个人一些益差 炒一叠 胡乱地制造和攻击杜草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